我们人文基地的做讲络的学者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科技哲学系的教授博导李启明老师 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科技哲学科技哲学的最优秀的期刊 在变了通讯的组编李老师昨天晚上在我们西区西511是吧 给我们很多同学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精彩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个讲座 今天我发现我凭我的记忆啊发现昨天有不少同学听讲今天又来了 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关于诺贝尔讲的中国现实的这个讲座 一定有更精彩的内容来等大家 好 下面我们就请李老师做报告 谢谢 在座的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诺贝尔讲的中国现实 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同学都从传统各地来的考到我们这个华东科技大学 华东科技大学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高层院校的一所很知名的学校 在这个教学啊 科研啊方面都搞得比较好 在我们你看每年这个关于一些论文的统计啊 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统计啊 在这一方面我们学校也都走在这个前面 走在这个前面 因此跟大家能够就一些我们双方都关心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思想交流 我说得挺有意义的 也挺荣幸的 挺荣幸的 所以今天晚上的话 我讲的是这个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的中国现实 也就是这个人现在经常在博人经常讨论一些问题啊 诺贝尔奖从这个1901年已经开始颁发了 已经北年诺贝尔奖了 现在这个一倍多年了 一倍多年了 怎么中国人没有得上 因为中国人倒也有得的 当时他们这个李政道、杨建宁啊一些人得这个诺贝尔奖 当时也都持有的是中国的一个护照 中国的国籍 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啊 以及他这个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国外做的 在美国做的 所以严格的讲就是在中国的本土 还没有人 在中国的本土受教育啊 做工作的人 还没有回到诺贝尔奖 所以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人就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个诺贝尔奖 而且这个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 好像成了中国的科学界或这个国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啊 好像现在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力量啊 或者实力啊 轴渐强大起来了 但是这个诺贝尔奖居然有门无言 就好像有点 都被救一样 所以有些人很有感情的 很感情用事 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冲击一下诺贝尔奖 给他冲击金牌一样 体育运动冲击金牌一样 是不是能冲击一下得到 这个东西诺贝尔奖 我想这个是渴望不可求的 你这要冲击的话 你见得能冲击上 那个体育运动嘛 我多套一套钱 找些鸟子在这尖子 我就给他下功夫配养 把他特殊带预 把这个传门体育我就不管了 我就把钱都弄到他们身上 也许还能提高的比较快一点 或者把钱投资到这个工程祭司这一方面 给他搞个什么大项目啊 比如这个嫦娥工程啊 什么我们这个 这个 扰地球 这个载人扰地球的飞行 这个东西都行 都行 只要你有足够实力 在这方面走之的比较严密 拥有一定的这个祭司力量的话 这个东西还都是渴望实现的 但是这个科学啊 跟技术不大一样 你有时想怎么样 你不见得能怎么样 你想是想 做起来不像的 你想得那么顺利的 想得那么顺利的 当然有些人我也做的 这个提这个问题 在母众朋友上也是一个假问题 那逻辑经验论老是不是讲的 有些问题是假问题 你找他答案也没有找 找不出个什么答案 你就好像是 这个中国好像在古代这个科学技术 好像都很发达 怎么近代科学在中国没有展示吗 为什么人家在牛顿这个 常做的这个三大定 万有野内定 科学革命就发生在欧洲 发生在英国了 跟这个就一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它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了 当然我们对这种历史现象可以进行解释 那个解释也改变不了现状 而且每一种解释 也不见得你都是中确的 而且也不见得能够把这个原因 盖托得很残 所以有些人就是 李若思那个所谓的李若思问题 也是一个假问题 你也找不出一个 大家公认的一个答案 你像这个探讨论诺贝尔奖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我想你也不会有一个 那个公认的答案 不过这个问题啊 我们探讨跟他探讨李若思问题一样 虽然我们不见得能找出一个公认的答案 或者找出一个公认的原因来 但是总是能够发现一些问题 发现一些值得我们质疑的一些问题 发现我们的工作中 或者做法上的一些弊断 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到 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就在今天晚上讲这个诺文 或者讲与中国现实的话 与中国现实的话 实际上就是探讨一下 我们的这个科研这个体制啊 观念啊 回着一些政策 回着一些说法方面 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能够校正我们的一些偏差 能够是我们的 颁证我们的颁证 颁证我们的观念 来这个改善我们的一些政策 改善我们的政策 改善一下我们的管理体制 能够这个是这个科学技术啊 在一个比较宽松的这个氛围下 在一个合理的体制内 能够正常的运转 这样的话 我想 我们也许有一天可以就 在不知不着准 也许就把诺文讲就得到了 你刻意的去夺取啊 刻意的去追求 也不见得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这个原因在这方面 我想是很多的 你要找原因 那找的可以找一大堆 政治的啊 经济啊 社会的啊 文化的啊 这方面原因都可以找到 你说我觉得这个 你那个 政治方面的原因 当然我们过去的时候 在这个建国五十年来 从四十年到现在五十多年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中间发生了好多波折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 直接套成了很大的冲击 你想五七年反右以后 那运动就不断 对知识分子这个积极性 挫伤得很厉害 当时的话 你要好好搞自己的科学研究 就包括好好学习 人家就扣一个白砖道路 走白砖道路 你想可能现在在座里 年轻人不了解那个历史背景 对这些名声可能都不了解 就是你不关心证据 光一天扎业务呢 这就是白砖道路 是资产阶级的修正值 培养的资产是资产阶级的修正值 的苗子 所以我们在校的学习 学习统计好一点 哎呀就经常比人家是个人 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国家大事 光说习呢 一天走白砖道路 将来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资产阶的苗子 特别是文化革命 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把那老师啊 捏物强一点 就是资产阶级反共权物 就拉着斗争 说什么 学习好一点 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白砖道路 人家大部提示 只要有红有砖的 而且大国进的时候 搞全民科技 哎一下吧 这个科技都冲击的很厉害 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 哎 因为这个你这个经济落后嘛 对科学研究啊 这个那个技术发展 这个支持力都肯定不够了 从物质方面支持力都不够了 哎 所以这个人看 一般德诺贝尔奖金的 德诺贝尔奖的 德诺贝尔奖的 发达国家还是多 人家看那个总体的 中国实力啊 包括这个经济实力啊 这方面 原先基础也比较好 教育上嘛 也比较发达 所以 当然这个 经济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柳尔也有德诺贝尔奖的 像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阿根廷嘛 也都有 当然少 当然少 印度的拉曼就是 但是中国没有 所以要完全归就于这个 经济方面 在中国经济上过后 没钱支持 或者支持力都不够 你也不能完全使 就是一个 看来很强硬的 唯一的理由吧 另一方面 也可能还有些 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 也我们这个 外界这个环境啊 自由的 所思研究环境啊 科学研究环境啊 也不够宽松 也不够宽松 但是这个诺贝尔奖 你看 一般的这个 来说 你像这个 自然科学奖 一般在这个 评降的过程中 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跟那个和平奖 还不一样 和平奖 当然有些也是 比较尊性的 哎 你像那个撒龙啊 都得到了 些年就那个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国际安 原生机构 跟拉马迪嘛 那个 那些 智希都得到奴隆奖 这大家都公认 有些嘛 他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性 政治性 可能能打脸 是不是也得到黄奖奖了 还有其他一些 一些作家 过去的苏联 一些反政府作家 在这一方面 所以这个政治性 比较强一点 还有一些文学讲 他这个文化性 一个民族文化性 强一点 因为那个 中国的 比如说 即使有比较好的作家 但是你没有好的翻译讲 你把这个翻译不成西方文字 人家也不大看得懂 而且意义流行 他如果没有讲 就是西方人 在那里参与评理多 对中国这个文化啊 中国语言啊 不见得都很了解 所以在这方面 当然 如果说中国 没有得到文学奖 你还可以拿这个什么 文化差异啊 这一方面 当然有些人设计不好 或者是文化歧视 怎么怎么 都不说 但是自然科学讲啊 确实 它还是比较公平的 也是比较公正的 当然在过程中也有偏差 尼尼尔斯坦相对论 下一相对论 今年不是的尼尔斯坦年吗 1905年的时候 尼尔斯坦下一相对论 发表了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科学发现 但是尼尔斯坦就一直 就得不到奖 而且这个也不是 最后是一直到 1921年才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也不是以 侠一相对论的 而是以这个光亮子 光电效应的 对光电效应的解释 其实光电效应的解释 这是 这是尼尼尔斯坦 光亮子理论的一个推论 一个推论 所以当时他们诺贝尔奖 评奖 评奖委员会 包括科学界 当时尼尔斯坦的 想一想的论 起来以后 大家都不理解 它认为这是一种 哲学理论 不是一种科学理论 在说科学界也不理解 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会 在这也不理解 所以就很难回得诺贝尔奖 当然实现有这些偏差 有些该得到的 像是门杰列夫 营党得到他入创的 这个圆寿周期表 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 评论是 贝尘雷乌斯 在那里起了所有 瑞典的一个化学 他不愿意 这个俄国人 得到这个东西 而且让他的熟人想得到 所以一直排挤 这个门杰列夫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诺贝尔奖 还是自然科学奖 还是比较公正的 比较中心的 比较中心的 所以在这方面 没有这个得词 这个方面的原因 你可以在政治上找 在经济上找 所以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 还有几个方面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 特别是值得我们科学界 或者科学管理这个层面 或者决策层面的人提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 站在这个科学共同体这个立场上 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目的就是找出我们这个科研体制中的一些弊端 然后想办法来加以改进 这个目的我就想就达到了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 就在于这个 它分 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观念 观念层面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政策层面 第三个就是管理层面 第一个就是教育层面 教育层面 而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层面在这一方面 也可以早吃一下来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是一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建成的 欠缺这个纯粹理性的一种品格 康德不是写的一本书吗 叫《纯粹理性批判》 我们就是一种工具的类型 一种价值的类型 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科学 基本上是即时取向的 所以有些人要说 中国古代到底 有些人就不认为 中国古代有科学 有些人说 中国古代有科学 也很发达 可能在瘦瘦这一方面 还比较好一点 但是瘦瘦这个功利性也很强 那个西方的米塔那种瘦瘦 就是一种功利化体系 那从古希腊那个 欧基里德那个激活 激活学就开始了 平面激活是一个严格的 逻辑体系 从这个不正自明的几条功利吃法 它就推斥一大套的定理来 推斥一大套的命题 建立起一个很严密的逻辑体系 但是中国古代啊 就包括这个瘦瘦 它是解决问题的 现在九章算十 它就解决好多这个 全部的丈量问题 这个其他一些问题 就是念照这个问题 来找算法 不像西方来 人家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体系 很严密的逻辑体系 就包括这个瘦瘦这一方面 虽然混陷比较多一点 而且少为理论性还强一点的 也就是包含着这个工具理性 比较多一点 实用的这个实相比较多一点 不像这个西方的一些 那都是纯粹的这一种 被自然界的一种好奇心 来探讨这个自然的脑袋 就是唯科学而科学 唯知识而知识 唯思想而思想 那一种精神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中国这个人啊 这个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 关注的是这个人际关系 或具体的思过 忽视 轻视 或者抹视 抽象里 行而上学里 行而上 远离世俗生活里 没有实际用识的东西 所以很难看到那种 唯思想而思想 唯科学而科学 这种一种思维的这个方式 唯这种思维的进入 思维进入 在西方它不是这样的 很早的时候就对 你想在古希腊下 他就被这个古希腊人 就被这个自然界 冒昧很感兴趣 就这个世界 这个本来到底是什么 所以有些古希腊自然界 有些这样的 泰勒斯就提出了命题 世界是水啊 都是有水 水是世界的死机 而世界都是由水走成的 当然其他哲学家也提出了这些 有些人由火走成的 有些人由气走成的 有些人由Nose走成的 各种各种 所以他们对这些行为上的问题 就精神层面的 理智层面的东西很关系 但是中国人这个思想比较实用 它就考虑这个人之的关系 考虑具体的事物 考虑这个实用比较多一些 缺乏这个纯粹理性 这么一种群像 这种群像的话 在我们今天的话 还也存在着 存在着 存在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 或者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啊 实际上它设的那个科学 往往指的是技术 要不在这高官名人的眼中 怎么说科学是生产力呢 科学严格的讲 它不是生产力 科学通过这个技术转化 通过这个技术作为中介 通过一性的转化 才能转变生产力 科学本身它是一种知识形态的东西 是一种形式上层面的东西 它怎么会能转化成 怎么会是生产力呢 所以在高官名人这个年中 科学就是生产力 在老卑星这个年中 科学是财神业 科技人员是要下乡了 财神业到了 能帮他们发家致富 所以对这个科技的人员 作为一个财神业看待 财神业看待 所以这就很奇怪 那牛顿万有引力定不去 怎么能变成这个财神业 能给你创造什么 马上能给你建造 什么财富 N3E等于MC平方 那智能关系师 马上就给你烧财火了 就不用财火了 做饭就不买煤了 所以这个都很实用的 很工艺化 所以这种东西啊 实际上说起来 它就是一种现代的财富崇拜 财富崇拜 财富崇拜 它这个词叫做卡高卡尔图 卡高卡尔图 这个词挺有意思 这是在这个太平洋的岛屿啊 有殖民地人 人家殖民的战领 有殖民的统治 那些投资人一看下 人家这个过过几天来一个飞机 把好多东西都拉来了 哎呀我做的很奇怪 这东西不是从哪个脑来的 上天脑来的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 获惑崇拜 获惑崇拜 实际上把这个科学当作祭食 准确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啊 或者当作一生产力啊 发家智慧工具探代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 获惑崇拜的思想 获惑崇拜的思想 而且这很奇怪 这个东西在语言学上也有反应 本来这个在西方这个语境中 它这个科学技术 这个东西它都是一般这样表示的 我们有时把它就叫做 不叫做科学和技术 把它就叫做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叫着还想啰嗦 把它叫做科技 科技 而且很奇怪日本也是这样的叫 也是把这两个东西统统的连到一起 您知道日本 现在当然可能他们对基础研究 比较重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他们日本也就是仿照外国的技术 有些可能就是那偷协来的 有些就是您闹了以后我就仿制 我就仿制 所以在日本就是那照相机啊 什么的那过去那电冰箱啊 电视机造的挺好的 当时呢他们那个基础科学不见得很发达 不见得很发达 当然这些年可能他们意识到 没有自己这个基础研究做强大的后盾 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缺乏厚劲 也缺乏支撑 所以在这一方面可能被这问题 加上他们经济起飞了也有较多的资金 来在这一方面搞一些所谓 一下下见不到用词的这个基础研究 所以很奇怪 当然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个科学跟技术的关系很密切了 很密切了 你像那个当年的时候 这个法拉第亚发现的电磁感应啊 后来黑字发现的电磁波的时候 那当时呢都不知道这有什么用词 那到底有什么用词 所以经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转化这个实际用的电能了 也转化成这个大西洋的海底电源通信了 转化成无线电广播无线电通信了 他这个转化的时间很长 当时面与他这个智能关系事实现了以后 有些人觉得要把这个什么物质啊 如何让它释放出能量 变成能量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这时间不长 这个第一科研是在里面的报道 当然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 它这个由科学展化的技术啊 这个过程 它轴件实践也缩短了 而且在某些领域 比如在基因工程这一方面 有些的时候这个科学技术啊 这个有时很难分得清 哪些究竟是掌造之谁 哪些我就是来用于这个医疗 用于这个医疗技术的 这个有时比较难以分析啊 你这个研究这个谁到底这个基因 我想办法预计啊 这些东西 当然研究它这个基因啊 或者搞这其他 有些还属于基础方面 但是回到预计啊 或者用于这个龙桌墨啊 这马上就变成一种应用性的科学研究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有时比较难以分析 所以在西方的话 也吃下了一些 像那个科学技术共同复活体啊 回到技术化的科学啊 因为那个科学啊 它本身技术化也很强啊 它有庞大技术之冲 也是它有高精尖的义气 特别是在这个 像高隆坞的这个研究领域 那个高精尖的那精密义气呢 失费很庞大 花钱也很多的 所以就必成为这个大科学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大科学 有时跟那个高技术啊 中间的距离也是比较近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这个科学跟技术这个关系 功能密切 也不管现在这个 由科学到技术这个转化周期 也比较短了 不像过去啊 几十年啊 一两个一年也不见得能转化出来的 但是这个科学和技术啊 它毕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把这个概念分清 你如果把这个概念不分清的话 你往往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政策 或者产生一些错误的管理方法 来影响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影响科学技术 所以这个观念那个层面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科学跟技术这个差异啊 其实还是很大的 我们不应该把两个概念混到一起 如果混到一起 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混乱 而且在实践上就像我说的 它对于这个制定管理 制定的管理的发规啊 对于制定这个科学政策 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挫伤的 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副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也能把这个科学跟技术 这两个概念严格分割开来 实际上这两个措实也能分开 而且它这个差距啊还是很大的 我在这一方面给大家这个情况讲一下 大家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 科学这个 它这个历史是挺短的 技术的这个历史啊 那可是源源流畅 大概从原始人会使用那个 那个抽石器啊 回来是会弄火了 那个时候就用技术了 这个制造石器是一种技术啊 是一种技术啊 它怎么个打质啊比较好 一个龙卓比较能力的 用那个贝壳来割食物啊 它那时候要找这个贝壳 这个石头还是要加工的 后来到新时期 这个加工的越来越精细了 甚至都装上霸凝了 还有这生活 这都是一种技术 对人的原谅很重要 所以这个技术 恐怕这个历史啊 恐怕跟人类的历史 从类人员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跟人类的历史大概一百多万年了吧 所以这个历史挺长的 但是科学的历史就是很短很短 如果是近代科学展生 它就是从牛顿这个自然 从哥别尼 亚利洛 开普到牛顿 这一百多年 这个发展 近代科学才诞生了 依这个1687年牛顿 施办的这个自然哲学的速度原理 作为它的一个标志 有标志的近代科学诞生了 它诞生了 那才三百多年 1687年到现在德国一样 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你就算把这个科学的萌芽都算是 如果是古希腊那些自然哲学界 他都被自然现象很好奇 他就通过来探讨 探讨他也是通过这个肉眼观察 而且通过他的思辨 选想 来构造出这些理论 他不可能有严格的实验 像我们今天搞的这个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一直到十七世纪 就是在牛顿 加利洛牛顿那个时代 并不是还都很风行的 虽然这个培登在他们之前 已经强调这个实验方法 但是在当时这个科学界 还不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 进行科学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实验的检验 是一个处定科学理论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当时科学界都不太接受 你想当时那波伊尔 我们知道那波伊尔马洛特定义的奇迹定义 当时波伊尔 他就在皇家学会去讲他的科学发现的 当然他也讲他怎么做实验了 怎么证实他这个东西 人家不见得相信他这个实验能支持他那个理论 据有些学者研究 但是当时英国人 他对这个身世的身份很重要 作为一个身世 那说话是算数的 我说话是算数 我不会在这胡说八道的 或者在这骗人的 波伊尔马洛特定义的 所以他讲的话大家不相信 他讲的话不会错的 因为他这个身世 不会骗我们的 其他可能有些时候人家会说话 我不可能相信 他他会约束 会骗人讲假话 但是身世 他这个身份 诶 决定了 他们可是也有一种 英国有一种身世风度 他可是是边边有力的 很讲道的 很耐热的 他是很少说假话的 所以当时他就是从这一桌就来考虑 所以这个实验方法 也不是一个好像 像我们今天好像是一种 临所当然的方法 他说是你通过实验才能做科学八件 通过实验 你这个理论跟我说实验不符合 你这个理论就是有毛病 所以这个东西 它这个都是发展的 所以这个科学 它这个历史很短的 就把那个古希腊的那个 从近代科学 真正诞生到现在才三个多年 就把古希腊那时候 全科学都算到里边 也不过是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 但是那个历史 那个技术的历史 那都是一杯多万年了 跟内人缘的时候就开始有技术了 还有技术 另外方面 这个科学跟技术两个差异啊 也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这种概括是一些要点 在这方面 差异很大 我给大家举这么十多个方面的差异 你们想一想 看是不是这样 一个是从这个研究对象上看 对象上看 两个是同的 科学是以自在的自然物作为这个研究对象 它这个自然界本来就存在那个现象 本来就有那个现象 本来就有那个东西 在那种地方 我去研究它 研究它 而技术面对的这一次自围的 会影响的人造 技术要造厂造这个东西 自然界原下没有这个东西 自然界原下没有这个汽车 我要想办法发弄这个汽车 自然界原下没有这个汽车 我就要把它想办法藏造出来 所以它这都是人造的 技术最终的结果 要做的东西 技术面对的是自为的 就是人为的 人为的一些东西 回来的时候 我在我头脑中想象到 有某一个东西我想把它做出来 这是技术的背像 跟自然物的背像不一样 自然物的背像都是研究 这个北来自然界就存在一些背像 回这现象啊 回这实体啊等等 第二个是从目的上看 从这个研究的目的上看 科学以求真致之为这个目的 其意去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 求真致之 就是要求 追求真理 来探索心知的 但是技术呢 它是一后生 应用后生的回去 就是我要 我做出来的东西 我要能够有用 没有用之 没有实际用之的东西 我是不去做它的 我不去做它的 而且要就是后生嘛 要对人为有益 要造非人嘛 当然要什么 其实的一种 那个 回去吧 所以其意图在利用 或者改造自然 利用自然 要改造自然 在这一方面 这是从这个目的上看 从这个取向上看 科学它是一种好奇取向 好奇取向 于社会现实的关系 比较周圆一点 即使呢 它是以任务取向 于社会现实 关系很与一切 科学它是一种好奇取向 我对自然是一个现象 或者是某一个事物 我做得挺好奇的 我就要探讨 这个到底有原因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是这样 第一天一砍之后 它六岁之后 砍这个小罗盘 哎 怎么 老是这个 你把它放了以后 只能搬到其他地方去 它老是就要回到南北这儿 也没有人去作用它 按照我们通常理解 那就是要一个东西动 我就要跟它接着 把它推动一下 它有没有动 那个指南针嘛 也没人动它 也没人动它 它怎么指针子摆 最后就停到这个南北方向上 所以它相信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奥的 一定有什么奥的 这就对联益斯坦的好奇心影响很大 所以它以后对好多东西都很好奇 这个好奇心是科学一个很重要的探索 科学探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事务者 心理事务者 但是这个祭司它是任务去想 我就想达到某一个目的 我作为一种任务来把它看待 我就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 完成一个任务 所以它社会关系 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四个就是从过程上看 科学的发现目标常常不胜明了 探索性很强 偶然性较多 科学就是这样 它的祭司比起来 它这个目标常常不胜明了 探索性很强 偶然性较多 但是祭司呢 它这个目的目标方方 视线就十分明确 有的放肆 偶然性比较小一点 科学就是要达到某一个目的 我要做出某一个东西来 这个东西来就是 将来做出来以后有什么用事 它的目的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但是科学嘛 你要探讨这个东西 你在探索的过程中 你怎么知道 你会探索出个什么结果来 不可能的 即使我说 我要解决我这个交通问题 我就要发明汽车 发明火车 发明飞机 它这个目标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都解决我的交通问题 解决交通问题 我要是在楼地上行走呢 还是要在贴轨上 在一个轨道上行走呢 还是要一个磁权符 把它扶起来呢 还是要飞到空气中呢 所以它这个目的 目标都很明确的 有的放肆 我要做的时候 我目标明确 看出来 我就顺着这个方向 一直走 但是靠一个探索 你觉得有些东西很奇怪 你想探索那个目的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是怎么引起的 所以你得探索 目标不明确 目标不明确 你如果这个指南针在那摆 你不下意 你就能想到 这是地磁场的作用吧 要不要说 是不是有其他公司在这扰病的 或者是不是有一个魔法 或者叫古人想的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魔法在这起作用的 都有可能的 所以它的目标不明确 所以它的目标不明确 你看 第五个 从问题上看 它学问的问题也不一样 科学需要了解的是 是什么 就是what 或为什么 why 而即使面对的问题 即使这个做什么 或者如何做 就是都what how what how do how do 所以它们这个提示的问题也不一样 提示的问题也不一样 提示的问题也不一样 第六个 从方法上看 科学只要是运用这个实验推理 归纳演绎 就实验推理归纳演绎 这么一些方法 一些方法 科学方法 就这么一些方法 而即使多用这个调查设计啊 那种方法 来搞定 我要造一个飞机 我就在这边设计头子 来看比较各种 根据的空气动机学 来设计出一大头子 然后我把样机做出来 放到那个风洞里面 实验一下 看情况怎么样 如果不行了 我再把它修改修改 把这个表面的形状再改动改动 看到它这个需要的目的 科学就是它 其实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其实从结果上看 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 是无种理论 回着一种知识体系 技术活动所得到的结果 它是无种程序 回着人工器物 科学最终我要得到心理知识 回着某一种理论 回着某一种知识体系 技术呢 它是要发明出一种这个 程序 比如说一种生产流程 一种生产流程 回着就是一种人工器物 人工造的一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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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子从这个评价上看 对科学的评价 它是是非正误 这个对是是非 是正确 是错误 这个东西 我们是这样评价的 但是对技术 它是以真理为真诚的 是不是真理 是真理还是假的 但是对技术的评价 是利弊得失 利弊得失 利弊得失 以功力为持斗 它有什么好事啊 有什么坏事啊 如果好事大于坏事 大于远远的大于坏事 那这个事情就能干 如果你做出来以后 那个东西 那坏事比好事还大 那这个事情 就根本就不能做 根本就不能做 做出来 也不 没有什么用 造成的祸害大 大于这个东西 是吧 而且利弊得失 而且造出来的东西 一定要有利 如果他赢不了利 那造出来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技术的 功利性的目的很强 第九个 从价值上看 科学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这个价值中利 回这时本身仅润含着 少量的这个价值成物 但是即使这个东西啊 它实时渗透着价值 实时体现着价值 与价值有这个不解释言 你这个牛顿定律 这个东西啊 它可以对任何人 都可以服务 但是即使有些东西啊 它就不建立 它包含着价值 我造出来这个东西 有用没用 我造出来这个东西 要赔钱 还是要赚钱 我造出来这个价值 造出来这个价值 造出来这个价值 到底哪一部分人来造的 还是对整个传民来造的 还是对我们一些富人来造的 你比现在有些很高档的 豪华的轿车 那老微信根本做不起啊 一部轿车 或者几千万 或者几百万 那几百万的都富人买的 或者上千万的呢 那就是那总统啊 闹的防弹 什么玩意设备都有了 甚至这个核按钮 都在上头装了呢 都在上头装了 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 那它这个造出来这个东西 它就是我要使用一小部分做的 它这个价值目标很明确的 就不是为劳动大众服务 或者佛罗大众服务 它就是为少数人 我建一些高档别墅 我里边要闹多少豪华 用什么新材料 用什么那些东西 那它目标很明确的 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制的东西 是吧 所以你这个发明是一种建筑祭司来 或一种建筑材料来 都是这样的 它都渗透了价值的 石从这个规范上看 科学的规范就是 美国科学社会与国家 这摩顿所设的 所谓的普遍性 公有性 无私利性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这些东西 但是即时的规范 跟这是大相近的 它一回获取这个经济效率 或这个物质利益 为这个只规的 为只规的 其特质是四千多毛利 事后有专利 科学没有什么专利 没有什么专利 没有什么经济效率 有这个科学家发现了 尤顿发现 什么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也没有人给他 多少客送的黄金奖赏 尤顿发现了这个相对论 也没有人给他钱 但是即使你发现 这个东西以后 你申请专利了以后 谁要生产 念着你这个生产 你就可以赚一大笔钱 赚一大笔钱 甚至发钱像电视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 发现了一套电脑转件 游戏转件 你这个工厂马上要树买它 要生产给它一千万 但是你如果 你发现了一个什么 电子学的工师啊 或者什么玩意儿 那你没钱 那没钱 所以这个在规范上也不一样 规范上也不一样 即使它是有专利 所以这个事前自己正做的时候 都是严格保密的 所以国家也保密 个人也保密 实验室也保密 似乎它是有专利的 科学没有的 科学你这个东西 你做出来了以后 你都赶快得发表 不发表以后 人家发表了以后 你就没这个优先权了 人家科学这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的 没有第二的 跟体育比赛啊 跟那啥 那个体育文化 还不是一样 体育文化嘛 我得不了个冠军 拿个银牌也还挺不错的 了不得拿个铜牌也行 而且甚至那提周修说 我进去前八名的 打到约赛圈了 也不错 但是在科学上 你得个第二也没什么用事 你再聪明 人家做出来了 已经发表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把它做出来 只能使你这个人 头脑还聪明 此外 没什么用 对社会也没什么用 对你自己来时 也得不到拥有缘役 所以这个科学文句诗啊 他这个本质上区别 你看我讲的那么实践 差异很大 差异很大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科学和技术 软围一谈 软围一谈 如果软围一谈 不仅在概念上 在理论上造成混乱 而且在实践上会有害 所以我就下面转出这个政策层面 来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问题 在政策层面上 由这个关键层次啊 我们把这个科学技术混为谈了 所以这个关键层次的迷雾啊 直接导致了这个政策层面的一些误具 这就是在制定科技政策时 过分自重这个技术 因为我们这个科技已经讲惯了 而且比较方便 当然我们思想上得搞清楚 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到一起 我们平时在语言中 就是表达起来 人家有点比较简洁一点 就这样表达了 但是你思想上得清楚 所以在制定科技政策的时候 往往是过于重计时 清科学 所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 它就不会有产生这个 莫贝尔奖那种 那个气候啊 或者土壤啊 土壤啊 当然作为一个经济上 比较落后的 对 现在我们这个综合国力 逐渐增强了 前一向大家都知道 通过这个经济普查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数 就提高了 百分之十六点几 所以原先的时候 2004年已经达到了 五千亿美元了 像北京市啊 它去年的时候公布 大概四千多亿美元 今年是 2004年 我们这已经提高了 2004年已经达到六千亿 六千亿元了 而且北京市好像 在座人口 也把人家民工啊 外地就是 务工人员都被排挤在外了 这个人均已经 已经基本上五千美元了 这个五千美元是个坎儿 是个坎儿 进入五千美元了以后 这个经济发展也就 比较快了 而且这个什么 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就上了一个台阶了 上了一个台阶了 所以说 已经2004年 已经达到了 这个六千亿人民币了 全国是达到十五亿人民币 十五万亿人民币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就是说 做的这个 呃 我们国家这个 经济上总 但是尽管是这个 世界上已经排名 已经排名 第六了 哎 意大利已经放到后边去了 现在大概在前面排的 老大就是美国嘛 日本第二 德国第三 英国第四 法国第五 还有就是中国 哎 第六 第六 但是实际上 世界上排名第六 但是一平就拿十三亿一池 结果实际上 一杯为后了 一杯为后了 所以我们国家 总的来说 经济还是比较落后 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我们这个 或者被计时 比较看重一点 或者在这一方面 把一些能够用事比较大的 能够使我们经济发展的 计时放在前面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 总的来说 你应当随着这个经济 虽然我们科学 这个氛围 这个氛围少一点 但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比例应当是保持 你只要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比例 比如这个分配 这个科学技术发展 这个资金 然后这个技术跟科学 应当怎么样 找一个合适的比例 这一方面 我就能应当 找到一个恰当的比例来 然后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能够适当的 能够随着经济增长的幅度 也能够增长 这样就比较好 比较好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观念层次上的偏差 所以我们制定一些政策 所以对一些科学研究 尤其是这个基础研究 在这一方面 我们在这一方面 正是不够 正是不够 过去来说 也投入不收 投入不收 投入不收 只要我们就是 对这个科学 本身有一种问题 因为科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生产力 就是财神节 对科学 当然科学这些方面 物通过即使展化为生产力 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来 可是科学它有这样一个物质功能的 有这么一个物质功能 科学这种社会功能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它的物质功能 就是我们能够展化为生产力 能够造福于我们 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促进我们的生活性能的提高 这是科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对它那个重要性 我们怎么估计 估计过高也不过分 也不过分 它确实有那个功能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个科学的精神功能 科学它有它的精神功能 科学精神功能 而且科学精神功能 对提升社会的这个精神文明 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促进社会的这个平稳的 平衡的发展 对提高这人的这个人性 提高提升人的这个道德水准 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有好处的 科学嘛 当然我们可能在学校里 主要还是学这个科学知识 学一个科学知识 但是科学它还有这个 比科学知识之上还有一个层面 就是科学思想 科学思想 它就是科学知识的一些精华性 比如这个达文的这个进化论 进化论 当然达文写的物种前来很厚 它有大量的观察资料 实识资料 然后得起来它这个生物 是进化 生存斗争 然后识者生存 但它这个核心思想就是这个 进化的思想 把历史的概念寄入这个 生物的这个发展演化 然后像这些实的生存 吴敬天子 要实的生存 这么一种思想 这就是进化了那些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这个属于思想层面 它就是比那个科学知识的层面 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更抽象一些 然后在这上面还有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虽然 我们知道它有 在我们大家都喜欢科学比较多一点 科学技术比较多一点 这方法虽然是千差万别 它的主要还是有三个三大忽略 一个就是实证方法 包括观察、实验、测量这些方法 另一个就是理性方法 包括这个逻辑啊、数学啊 这个推理这些方面的这些东西 另一个就是真美方法 就是一种美学方法 在科学里面这个审美 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特别是对于科学发现来说 它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法国数学家彭加勒 就是一句很名利语言 它这是逻辑用于正硬 执觉用于法理 执觉的判断力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神秘的判断力 神秘的判断力 所以这个科学方法 对于我们 养成我们这个求识啊、上理啊 为这进行列为的这么一种穷操 显然是有作用的 另一个方面 像科学它有它的精神层面 这精神 像每一个摩顿所讲的 那科学的具有普遍性 具有公有性 具有这个吃功力性 具有有调理、怀疑性 这些气质啊 对我们、对我们的人格啊 都是起到一个千里面画的效果 所以这个科学它不光是有它的物质价值 还有它很重要的精神价值 这个重要的精神价值 就体现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或者是科学的精神这个层面上 所以我们过去的话 一讲到科学都光想到 它能够领着我们发财致富 而想不到这个科学啊 像这个对于这个迫持迷信啊 解放思想啊 提高我们这个从事上的呀 内围这么一种情操啊 这方面对人格的受造 这方面的千里面画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往往强调的比较少 所以对这个科学嘛 总是引起重视 重视的就是它的这个应用的层面 或者转化的气势层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偏差 很重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往往在这一方面忽视这个什么 这个基础研究 比较重视一些应用研究 比较重视技术 实际上这种基础研究 有人把它叫做学书科学 Academic Science 把它叫做学书科学 或者有些要把它叫做学院科学 有些把它叫做这个纯粹科学 有些叫做这个基础科学 有些叫基础科学 或者叫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 这方面都讲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制定科学政策的这方面 往往重视技术 其中科技政策重视技术 要不就是重视这个应用方面的研究 对这个基础方面的研究 不能创造这个物质价值这个基础研究 暂时不能创造这个研究 往往比较忽视 当然这一方面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观念层面的所用外 还在有一些现实的因素 而一个就是 我们往往性质很急 急于改变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现状 就比较重要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领导 他有个任期啊 他认期就是那么三三五年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任期之内 把我要创造这些坑进来 给我这个加官尽多 来作为我的铺漏石 所以我们都是有些坑思 一些领导啊 或者大学 他就愿意搞这个形象工程 所以他就 制定的科研症 或者重视的科研症 他往往储卸到那些 马上能产生绩效益的那些东西来 或者马上能够 刀子底下 见测能够离竿见的那些东西 这个基础研究 往往很难离竿见的 特别是重大的基础研究 你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就能搞出来的 像跟一参 搞这个侠义相对论 从他十六岁上中学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追光悖论 一直到这个一九零五年发布 用了十年时间 然后他从这个一九零五年 广义相对论 那个侠义相对论 发布后 他就向广义相对论 要构造这个广义相对论 他一直用了十年 这到一九零五年才搞出来 两个相对论 分别用了十年 最后的时候 他想构造这个统一堂论 一个更宏伟的目标 结果花了四十年 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像恩斯坦这样聪明的人 这样聪明的人 这么聪明的头脑 想搞统一堂论 他看着这个方向了 就想搞 四十年也没有搞出实质性的结果 当然这有其他客观 一个就实验资料不够 在恩斯坦那个时代 当时还没有 他是一九五五年去世的 还没有发现那么多的基本粒子 后来发现了基本粒子的加轴嘛 那时候那基本粒子数目 还发现了很少 就是电子啊光子啊 好像更电子嘛 还有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还没有像后来那些 发现了那么一打算的东西 而第二个就是没有授手工具 还没有发明出授手工具来 人家解决新问题 就得发明新的授手工具啊 老的授手工具不够用啊 不够用啊 所以他们也告诉 所以是科学研究啊 若鸣若暗 目标若鸣若暗的 你想一想那个那个 你大概四十年 像恩斯坦里达不到 我想逛火锅 逛我们这一般人 一般的科学家 所以说要求人家 这个马上就 今天 今年要填表 你发那个什么东西 写了多少论文 明年又要填表 你没有的话 就给你不给奖金了 就给你比如说 人家连你这个 教授这个讲师的纲位 也保不住啊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东西 急功近利 他这个任期只有那么三五年 我就想见着成效来 对我能够给我脸上增光 为了给我晋升 能够加一点法码 就是这样 就跟着 大家都急功近利 都打 像那打排球一样 打短筒筷 一下子像一下子 一下子这样 扣死 扣死 但是科学研究相当不简单的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基础研究 它这个意义倒是很大的 基础研究 它是继续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行观 这一方面 你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话 你很难有心理基础的感受 你想 正是有了二世纪的物理学革命 实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二世纪的高技术 就都是在那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那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 像在我们的原子技术 那没有原子技术 那一等于mc平方 怎么又会有原子技术 那激光技术 现在搞激光技术 那如果没有原子的光机辐射理论 那怎么又会有原子 它现在我们的维典子技术 半导体技术 都是产生这个 我们这个维观 量子力学的维观的研究 当然基础研究 也可以提高国家的中国国力 或者国际威望 这方面就不说了 还有基础研究 有助于训练和培养专的人才 进入提高国民的智力水平和精神受制 这方面很重要 往往都看不到这一点 你如果国家这个基础研究 比如这个数理化天罪生的科 叫基础研究 你搞不好 回到没有一定的实力 那就是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育 那肯定不会水平很高的 你想如果一个老师 他不从事研究 当然给大学生 或者给初年级大学生 或者讲一些东西 反正是讲过去人家已经发现的 可能还可以 特别是像给高年级学生 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思考能力 或者研究生这方面 你给学生讲课 那你自己没从事过研究 那很难就牵一面画 教给学生未来的这个科学家 一种这个从事科学厂造 从事科学发明的一种方法 你自己没有这个实践 也没有这个体会 你就很难给学生教这一方面的东西 你通过自己的实践 也才能教出师父上没有的东西 师父上嘛 就是人家过去的这些知识的总结 你在自己的从事研究 你就考虑藏造的心理知识 藏造新的东西 所以你讲起来 也可以掏出师父了 能够真正让学生 接触到新的东西 接触到前沿性的东西 而且能够在千一位化的过程中 教给他们一套这个研究的方法 或研究这个思维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 这个基础研究 在这一点 对你配养我们这个人才 配养这个学生 三个人才将来都是很有用心 当然 对于这个提高国民的智力水平 我这个精神受制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应该是有很有用 所以我们对这个基础研究 在这一方面 由于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 我在这里强调了一点 就是由于这个观念层次 这个科学技术没有严格区分开 而且往往众次说的是科学 所以这一方面 直接由这个观念层面 导致这个政策层面 这一方面存在着一些误区 我们在制定科学政策的时候 对这个基础研究 对这个纯粹的基础研究 纯粹的科学研究 在这一方面重视不够 第三个嘛 就在管理层面 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在科研管理方面 也存在着问题也不少 我们在这个人才的选拔 课题的申请 资源的分配 暂点的设立 工作的考核 结果验出 成果奖励等 规章制度方面 存在着许多急功近利 行事急 不切实际 乃至很不活力的现象 甚至蜕变为全钱交易的赫斯 全钱交易的市场 或资深腐败的温床 现在就是这一方面 有些腐败性的东西很多 经常都是跑步前进 要到北京去跑巷 到各个部去跑巷 这科研也是这样的 跟基金会 或者跟其他一些东西 要搞好关系 要搞好关系 在这方面 有些内幕 可能在座的同学也都知道 甚至自己得到一笔经费 就给人家要送点好处 给人家买个笔记本电脑 或者甚至那些官员 或者某些具体办事里的人员 装修房子里 买电灯箱里 都在他们那里 都能报销 我们到底存在这种状况 咱就不说这些了 也存在了好多形式 跟科学这一方面 很不合配的一些现象 合配的一些现象 比如我们这个课题的申请 要填一大堆表格 还要说点天花乱坠 我这个研究这个目标 将来要达到什么个目标 我这么一步一步走 或者我这是一年的时间 第一个月我要干什么 第二个月要干什么 第三个月要干什么 中间的时候人家还要层层验收 你看这阶段进行的怎么样 科学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琢磨不定的东西 你怎么能不把 还没有研究 你怎么知道 你就怎么研究出来什么 而且你怎么能够 把你说的 能够吹得天花乱醉 头头是道 还一步一步怎么走 你都知道怎么走 怎么可能呢 第一个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伦琴 伦琴在实验室里边 他也没有说 我要最近 我要今年 我申请了课题 我要发现X射线 结果他就发现了 等于奋斗了一年就发现 结果伦琴也没有想到 发现X射线 他也不知道 他如果知道了 那个什么射线 为什么他又叫个X射线 就是发现了 已经都找到了 他还不糊里糊涂 所以他把它叫做X射线 X射线 他就提了X射线 X射线 X射线 我这个性质我还不太十分了解 就算找到了 他对那个性质都不十分了解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 挺奇怪的 你还没研究 结果那个 当时德国其他科学家 雷拿德 那就是纳粹科学家 纳贝尔家 诺贝尔家 但是那是T-X射线 所以那科学学家 叫纳粹科学家 纳粹科学家 那个 俄纳德在实验室 就是他那个 高项的地皮也赶光了 放到那个地方 不知怎么 透气里边就是那种 多维度包着黑子都包好 从工厂刚拿来嘛 怎么一去以后拿来用 都赶光了 他是 给产品质量的问题 结果还拿到工厂去退货了 你生产这个假冒伪计的产品 实际上 那个 放的荣光 那个射线 已经往那辐射了 辐射了 所以科学这个东西 要发现目标很明确的 人家怎么知道 他就 今年制定一个科学计划 申请一笔基金 我要发现一个射线 我第一月又能怎么办 第二月又能怎么办 不可能知道这个事 所以我这对哪个那种东西啊 实在是有点偏人 包括我们在学习研究 我自己通过研究 二十五年学习研究了 我就是看了一大堆资料 已经记了笔记本 已经都记了笔事 我已经看了一百多百万文书 当然有些看得出 有些看得起 我记了笔记本 记了二十个笔记本的资料 一百万字都是翻译的外文的 我这闹来了 我这东西都在这摆着 我还不知道 我那个书的那个 要写几章 我还不清楚 第一章是什么 第二章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人家怎么那么聪明的 还申请一个研究什么科技 还没研究呢 就叫我研究达到什么目标 我要 要 甚至把人家的纲要 那种列出 我疼过的纲要 他第一章是什么 第二章是什么都列出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可能很聪明 大概有那神武官 上帝字面 就是I of God 上帝字面 所以把它翻译上神武官 人家这不是人眼看的 是上帝字面在这看 那当然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还没做出来 我就知道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 我只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做 有些科学家 不认识啊 人家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 现在现实这个都就是规章制度嘛 要不你知道 你不知道让钱表 就得不到经费嘛 而且不写的天华乱罪的 让人家能够相信 这肯定能成功 那你拿不到钱啊 所以有些科学家 比较聪明 这现实的规章制度 就是这样的 你不面着他的规章制度办事 你拿不到钱 所以他还得 适应这个制度 然后我就这样的 我已经研究这个 一帮子和这几个人活 我自己已经研究 差不多都有七八成了 那时候就比较能看得 大体清楚 多少清楚 然后我就依这个东西 来申请 我也可以填底 我也心里有顶了 他也能填底 稍微好一点 然后交上去以后 哎呀给经费下来 偷到经费下来的时候 我这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再用这个 你发给我那笔钱 我才搞我想干的事 他是这样打了个时间差 哎 你就是没办法 你就是适用于这个体制啊 你不适用这个体制不行啊 这还算是充满的办法 好人干这些事 那至于拿全钱交易 就那个黑幕啊 在这方面 再都不说了 不说了 所以在这方面啊 这个在科学研究中 有心灾花花不活 无心擦柳柳成因 这个色彩是 旅见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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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说 这个学术科学 可以比计划吗 现在我们经常制定这个 科学技术规划 我是这个技术啊 这个东西可以制定一个 比较可信 或者比较可行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 人家美国要搞这个什么 曼哈顿计划 我要造出原子段来 哎 它就一套板子 有东西的计划 有一个很严格的管理系统 或者我等 登月工程 哎 我要再哪一年登月 六十六年 或者怎么要登月 它居然就能干到这个东西 能搞出来 能搞出来 哎 比如我们要搞这个什么 载人这个老天飞行啊 或者我要搞长额工程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计时项目 这个东西 你可以采取大兵团作战 可以采取一个比较严密的计划 都行 但是这个科学这个东西 它没办法制定起 一个很严密的计划来的 如果你要非要制定一个计划 你往往非失败不可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大家知道 就是什么癌症拱克计划 它实际这个癌症啊 不治这个没办法治 它美国就投资了好大的人类物的 来我在几年之内要不整个癌症 要不这个问题解决了 结果搞了好几年 花了好多钱 好多日 但是这个癌症还是没转下来 因为它牵扯到有好多基本的 这个治病的基地都没有搞清楚 而这是治病的基地 你恰恰熟你的科学方面的那些东西 而且这个科学方面的东西 它有时它往往不是 纯粹比这个医学的那一部分 那个医学的那些部分 解决你要靠生物学这些东西 要取得痛苦 你才能解决 你这个科学它之间是互相关联的 你比如我们过去 学习文杰列夫中期表 它那个表怎么这个顺拍一下 这个视拍一下 这个裂啊 或者这个东西 哎 挺整齐的 而且拍了以后 哎 这样性质有什么变化 这个性质有变化 大家都不明白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们就是非得那样拍 而且化学性质相近了 在这个时候 怎么化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了 我们都不清楚 化学上也解释不清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有通过这个原子物理所发展以后 大家才知道 哎呀 这个化学性质原先 就是何谓那些活自由电子针的起作用呢 起作用 这样才清楚 所以这个医学 这个像解决医学这个问题 包括医学这些理论性的问题 要透过 不光是在医学里 那个基础研究那方面要透过 尤其相关的一些说科也得透过 才能够把医学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像如果没有物理学家 在这个量子力学建成以后 相当于一批量子物理学家 一批物理学家 看到这个物理学已经大功告成了 已经大功告成了 就这以后这个科学发展就是库文所说的 它尽是这个常愧科学实习的 不可能用那种化石代理会的重大的统策来发现了 它这些发现都是一些比较细节性的 比较平常的那些发现 所以一些物理学家 就马上转移到生物学里面了 你知道这个物理学家 它有个理论性比较强 理论性比较强 而且它是实验手段很厉害 所以它马上也转到生物学那边以后 马上的那个什么 生物大分子那个典体 那个眼射头像的照片就有了 那个什么乌森啊 克里克啊 一看这个东西就是个双螺旋结构 而且跟物理学家加盟又很大 而且他们两个人活着一个就是搞物理学的 所以这个学科交叉 一个学科的发展 对另一个学科影响很大 因为纯粹靠那个生物学 它很难很快地进入那个分子时代 进入那个丸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量子生物学的阶段 这个物理学家加盟了以后 它这个原子物理学家 和量子物理学家 转行转过来 这个理论基础很雄厚 实验手段又很强硬 马上把这个生物学一下子 把这个生物学一下子进入到这个 蓝子分子啊 这个量子这个层次啊 所以这个学习科学啊 它是很难计划的 很难计划的 这个西方有好多学者 他都认为这个基础研究的认识 我是理解的原创 它叫导致新知识 提供科学上的资本 所以它制造朱壁 基础研究的是 不受啰嗦的自由学者 所以他们怀着探索位置 和探索真理的好奇心和想象 不断地研究他们自己 算出一些有趣的课题 所以这个对这个基础研究 我们由那来重视 在这方面的话 这个要进行这个什么科学 对这个科学啊 进行一种这个计划 有些西方学学者 也有认为 也不是这样的 你那个基础学者 它是一种好奇心的趋向 意味着自主性 意味着个人自由地 选择它所感兴趣的问题 自由地思考哪些稀奇古怪的现象 并行根究底 穷追不舍 所以这种 学习自由的权力 并不因社会责任的道德 微妨的重担 它学习科学是一种高度 个人旨意化的文化 一种个人高度自由的文化 是一种复杂的生活形式 有着诱旧的历史传统 并且通过这个直接模仿 和屈红进化的方式 来广泛传播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它认为这个学习科学 它很强调这个个人性 个人的独装性 所以我讲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大科学啊 就包括了高能物理 一些大科学方面 有花很多钱 很刚贵的设币 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家 或者物理学家 也就不看这个 通过观察了 光看这个电子计算 就打印出那纸条 打印出那纸条 所以现在一些实验设币 也相当复杂 这种东西啊 并不 比基础科学来说 并不见得都有好处 在某种程度上 它分成相当多的资源 因为这个基础研究啊 是一种很个人性的思念 个人性的思念 当然现在科学 我们说 当然跟过去的一些科学 可能也有差别 但是对这个个人 这个传奏 对这个个人持续性 个人兴趣的强调 在这一方面 我们也有充分的欲语肯定 二世纪这个物理学革命 它并不是从大科学里边 产生起来的 联益斯坦就是 专业职的一个小职员嘛 他是失业最后 才找到一份工作 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这个专业局里面 就思考自己感兴趣 因为他已经生活有保障了嘛 生活有保障了嘛 所以他就内意 考虑什么问题 就考虑 是对什么感兴趣 我就考虑什么 这跟索元派还有个差点 索元派就是像免伊斯坦说的 人家不断的逼着你这个老母亲要下蛋 你不下蛋也不行 你下蛋下得少的 他也不高兴 你还得不停地下蛋 不停地下蛋 下蛋越多人家越高兴 所以就往往就是这逼着你下蛋 那能下的什么好的 能下的什么好的 但是这个免伊斯坦我这个专业局 我有个工资 我生活够用了 所以这个 我该想什么就想什么 我如果想出来了 我这构造出来了 那是我的一个成绩嘛 如果构造出来了 如果想不出来 也发明不出来什么东西 那也没人说我的闲话嘛 也没人找我的茬嘛 所以他觉得挺好的 他觉得挺好的 所以认为这个专业局啊 是他这个世俗修道院 在明恩斯坦好多成果 就是在这个1902年到1905年 你看他在战利局 就是1902年到1909年离开 这个从中在7年 他1905年就发表了四项成果 同时发表四项成果 这四项成果都可以得诺贝尔奖 而且比现在的诺贝尔奖的 含金量还高得多 有瑕义相对论 不良运动理论 光量子理论 光量子理论 还有这个智能关系式 那都是很很很很很 过令的一些科学工程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个学术科学啊 很难计划的 学术科学研究的 它是这个 你像这个 这个齐曼就这样讲过 讲过 它是这个 学术科学是一种 复杂的生活形式嘛 是一种个人随意的文化 有着诱旧的历史传统 并且通过直见模仿和全境化的方式 他认为这个 学术科学是最纯粹的科学形式的原型 它以矛盾的所谓的公有性 普遍性 无功利性 斗藏性 用调理怀疑 这一个科学精神气质 作为自己理想的规范 并逐渐的类化 为个体科学家的科学态度 科学良心 所以他认为这个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学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 是一种建制 在这里边 没有市面的发布 没有首席执行官 没有共同的计划 本质上 他们是严重依赖个人信任 或机构信任 一种既定关系 一种社会程序 所以对科学家 你要相信这些科学家 他真正是热爱科学 迷恋科学的话 你给他一定的执奏 他不会在那里偷懒的 你让他干个八小时 他自己还想给我干 还想给我干 所以是一种很自知性的活动 所以在这方面 这个科学科学还有它这个本质 就是这个 我刚才所讲的 目标是若鸣若鸣 目标若鸣若鸣 方向是不完全的 很明确的 所以在科学研究中 往往是这样子 你要走这个 准备向到这个方向去 所以走到另一个方向去 人家科学家经常是这样子 他研究一个东西啊 正研究着正研究着 马上就转向了 马上就转向了 他发现 突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 或者某一个现象 或者某一个事件 又抽死他 或者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在观察东西的过程中 他马上想到另一个点子 所以马上就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 这样的话 你如果面照这个科学体这个体制 你能用这个科学体来修复他 就把他好多 头发性的灵感 就给呼噜了 你只能面照他 原来他规定这个方向走 这怎么行呢 这怎么行呢 所以 曼伊斯坦也讲过这样的话 他认为这个科学词表明啊 伟大的科学成就 并不是通过有组织的计划来取得的 新思想源于某个有意识的领域 比如天文学 气象学 地球物理学 他认为这 某些领域 像那个天文学 气象学 地球物理学 植物地理学 一个走织 对于科学中学来说 除了这些领域以外 连这些东西 它要有一个集体性的考察的活动 但是其他好多东西啊 都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行为 新思想常常发展于某一个人的心中 所以他认为一个组织 对于科学工作来说 是一种变焦的工具 是一种变焦的工具 连斯坦不在同样 实际上这个 不论是从牛顿到连斯坦 这个过程 我们考察一下科学的意思 都是这新思想在某一个人的心灵中萌发起来的 没有萌发起来的 牛顿似乎就跑到乡江匹瘟疫去了 那当时那个伦敦就发生瘟疫了 他家在农村里面 疲瘟疫的时候 他就思考这个万有严厉定理 思考这个微积分 结果就做出了两个总大的发现 发现了万有严厉定理 发现了微积分 连斯坦就在那个专利局里面 糊糊地思索啊 糊糊地探究啊 结果发现了相对乱 发现相对乱 量子物理学家也是 几个量子物理学家在这一方面 扛起的工作 扛起的工作 像这个普朗克啊 波尔啊 波恩啊 海森堡啊 迪拉克啊 学定格啊 波尼啊 这些人搞出来的 搞出来的 所以对科学工作 我们要强调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自由性 它这个自主性 一定要给科学家 一定相当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另外一方面 也要给他个人一定的权利 给他个人的权利 因为科学一些东西 特别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当然一些英文型的东西 即时型的东西 那对团体的协作 那一个人很难完成的 很难完成 包括高能物理所说的一些实验 那个庞大的机器 庞大的机器 那也没有一帮子一个大的团队 或者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来从事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没办法搞定 而且每一个人只熟悉一部分 其他那一部分以后 他这个绕车 那个东西还转了一大车 几公里 那一个人就对某一部分熟悉 对另一部分的那个东西 他也不熟悉了 那你没有一个人协作 没有一个团队 那根本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理论性的科学 或者纯粹科学 或者我们讲学术科学 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个人化的事 就是个人头脑里都在这想的 个人头脑里都在这想的 所以你不尊重个人的自由 不尊重个人的自主性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很难取得一些头脑 你看这个诺贝尔奖 人家就受给个人科学 没有是受给哪一个研究集体 他是受个个人科学 当然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有些可能可是就是个人 或者一两个人做的 或者就是一个人做的 有时候他可能有个小组 小组一般人也不会太多 这个基督研究嘛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这个 在这一方面 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中国现实者 是这样的我们 所以我们对我们 碾下的这些由衷做法 确实我们都会感到这些 焦虑 忧虑焦急 我们这些科学政策的制定者 和管理者 此今还没有摆脱这个大一统的计划 一切的这个体制 和陈就这种思维方式 现在还是这个科学研究嘛 还是一种大一统的计划 大一统的计划 包括这个硕士研究 也是发布国家的什么课题 又什么里边 又发布什么的课题 这这方面 还都是用这个计划形式来管理 来管理 所以成年累月里 忙于聘奏形形色色的科学研究计划 组织所谓的大丁团作战 集体统关 集中精力大前列战 在人力活动上的相对稀缺的情况下 当然这样说的话 对于某些大维摩的工程项目 或计时项目 也许有多少 也许有用 但是对于科学 尤其是学术科学一言 我觉得是于事无辅 我说是于事无辅 所以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共产党文化挺有意思的 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在共产党这个思绘表里边 从语言说里多多来考察一下 它都很有意思 它这个文化里边 这个语言里边 用力容颠思绘很多 用力军事思绘很多 比如这个我们要集中经济大前列战 要去实行这个大集体武官 要盘动这个磕水高峰 要集中经济大前列战 这方面 这方面军事主义 因为这个 当时我们的政权就是靠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 这枪杆子里面是重的难吧 在毛泽里面讲 另外一个 连着共产党的时候 大部分开始起的都是要农眠成分比较多一点 所以把这个农眠的思绘就带出到这个文化里边来了 比如说鱼儿离不开水啊 挂儿儿离不开洋 干革命要靠毛泽东思想 我们唱歌都有 要练护总国的花朵 儿童是总国的花朵 怎么这么多种 我们要创造这个什么 为什么东西要创造一个肥沃的土壤 所以就知道雷剑这个农业思绘也很多 所以研究这个文化现象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跟这个原先 它这个起源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农业思绘啊 军事思绘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管理的科研 它就是用过去的一些 用这些诗语都是一些军事性的诗语 军事性的诗语 它是一些大一桶的计划 不大一桶的计划 我觉得这个计划科学 尤其是这个计划学诗啊 对科学对这个学诗研究有非害无益的语 所以我觉得 必须尽快地改变这么一种管理的模式 从体制上的一改革 我觉得这个可行的思路由那是这样 充分认识到这个学书科学的本质和特性 究竟不合十一的一些规章和制度 终止制定没完没了的这个学书科学研究计划 淡化现行的课题申请和立项制度 把事先的一课题高标为止的设计 轴件转化为事后的产品收购值 我觉得那个 对一个 包括这个学书研究也是这样 科学研究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科学界的同行 或者科学共同体里边 或者学书共同体里边 大家的心里很清楚 现在我们量化 那个是有时是 数字也就把人混陷了 你不要以为那量化那就很清楚的 他是那些管理人员 看不懂那些东西 没办法评价 没办法 你让他看一篇文章 你说文上质量怎么样好 他怎么能看出来 我拿一篇科学文章让他看一看 他那些科研尺的人能看得懂 看不懂的 但是他发表的一篇文上 在哪个杂志发表的能打几分 他说这个好操作 他马上操作很清楚的 但是你写了一篇 这个东西你怎么打分啊 怎么打分啊 回到我发表的文章 我随和科学界的画 我发表的那些文章 你看人家那一篇要发表 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文章 你怎么打分 给我打几分 给我打一分 你说那一篇文章能打多少分 你打十分也行 打一倍分也行 我看打一千分也可以 它是个画质带性的 你说牛顿那个万有眼睛定的 你跟他波音马洛特定的 盖里萨克定的 你怎么比较 没办法比较的 当然这个盖里萨克定的 这个气体定的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气体定的 你还是一个科学发现的 就是它是真正的科学发现的 也不一样 你怎么打分啊 你如果给波音马洛特定的 打了一分 你说给牛顿那个万有眼睛定的 你也打多少分 你打十分也行 打一倍分也行 打一千分也行 打一万分我觉得也可以 那都藏了 整个牛顿的框架 都在那个情绪上建立 所以就因为这打分 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真正一篇 划字的刘文文 有分量的刘文文 那比那一千条 一万条的文章 那分量都重 所以我觉得应当是这样的 在科学共同体这边 我们都知道 比如我们搞科学人 我就知道我们这个行当 谁的水平高 谁水平不高 我们经常在一块开会 他也经常发表文章 我作为一个编辑 也都经常看他们的文章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谁的水平高 谁的水平低 那科学家的共同体也是这样 一大物理学界 或者研究 或者这个半导体的 或者研究这个什么的 那他们也很清楚 哪些人的水平高 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些人有千里 水平就比较高 你就给他那个三五年 比如说我给你三年的自奏 然后三年过去了以后 我看那个千里还是不错的 或者还是有千里的 我就继续给他自奏 继续给他自奏 这样就行了 你不必要过多的考察他 他真正要从事过来 你认为他相信他 他这样一个人的话 你不需要 这个人绝对不会偷懒 一般是不会偷懒 当然如果说得他自奏了那么两三年 说得他有问题了 我说你不自奏就完了 不自奏完了 也必须要弄得很多的东西 让你吹得天花乱醉的去评审 你可以把这个事前这个刀标 课题刀标 我变成这种事后收购制 收购制 你这个科学研究出来的 或者你演说是研究成果出来的 你的詹字出来的 你这个代表性的论文发表了 你交给我 我走这批同行专家审查 确实这个东西有水平了 确实这次达到这个国际水平了 这前人没有做过的 他有所发现 那我就给他一大笔资金 让他 那干什么干什么去 然后说不定他干了五年以后 又干新东西来的 我再给他赔钱 我变成一个收购制 收购制 而不变成一种上这四千的招标 淡化之后 或者这两个同时进行 比如这个计时性的 偏向计时性的 和应用性的 我采取这个招标 我国家需要这个东西 我就招标 有些基层性的 因为他本身是个知识嘛 你知道他没有发明出来 你知道哪个知识 有波大的弄死 你不知道嘛 你搞出来以后 我给你奖励嘛 然后给你一笔钱 让你继续干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大学里 研究耽误了 都很奇怪 科研人员嘛 在外面增弃不到经费了 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耻辱 你也评不上教授了 也评不上什么了 你把那个钱拿来了以后 不管你做了什么东西 反正或者找些什么 做出来的 不知那质量高的 反正找些评审一下 吃一顿饭 都拿着红包也拿走 这个东西也就通过了 我说 这是花拉税人的钱嘛 而且人家没有花钱 比如搞学识研究 像我搞了25年的学识研究 也吃饭了十多部制作 而且有些东西 我自认为还有水平的 学识界也都是认可的 而且国际学识界也认可的 像那个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的布洛夫 关于我对这个彭加勒 有物理学维基的研究 对这个列宁第五章的 唯物质疑经验批判质疑的 波乱反正 它就必须有点充分的肯定 在俄罗斯 这个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50周年 1999年的一个杂志上 发表了一个在中国折射家 家里做客 其中有相当大片 像这四分之一的片子 讲我的这个观点 介绍我的观点 还有美国这个霍普金斯大学 一个高级研究员 莱曼密勒 在1996年 这一本书叫做《毛医后的中国的科学和意义》 这本书里边 对我这个关于批判学派的研究 什么 和彭加勒这些人研究 还有关于科学精神器 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研究 给予了充分的砍究 在那个专制里边 引用的我母评的文章 它都罗列着 参考我的现实 还有缩影 然后多词影 其中有一次 又用点三页的篇幅来论述我的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也做了好多 我没有申请更可贴 没有花过一千年 但是这个就 学校就很 一般都不愿意 每年发表之后 只能够听个零 但是好像人家把钱拿来了 做出那成果也不怎么样 还都受到表彰 他有一个学校的增取到经费了 包括拿税人的钱花了 把国家的资源花了 没有着辞很像样的恭喜来 反倒要拿受过奖励 不花国家的钱 不花拿税人的钱 这次的成果来了 反倒还扛了一种罪过了 你没有申请课题 你没有申请资解 我觉得这很奇怪 这不是什么逻辑 我也闹不起 这次的成果 对 第四个就是教育层面的问题 我们这个教育 现在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我们最近那个杂志 是有一个 学习暂题讨论 就是到这个中国的科 这个 中国的这个 学习和教育 有存在的问题 与救治之方 在这方面讨论 这个学 我们这个教育 也存在了很多问题 他培养学生 学了一些死知识 而不是活的知识 或者说 不是 我又不知道 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 来传授给学生 所以在这方面 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你想跟爱因斯坦那 对教育下来 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就是说 如果一个学生的话 如果走去学校 你忘记了在学校所说的东西 说的知识 说的东西 那么留下来的 剩下的才是这个教育 也就是说 学生在学校 他只要熟悉一种能力 熟悉一种方法 熟悉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后熟悉一种敞造的能力 这个东西 是因为那些具体的知识 对他来说 并不是特别重要的 当然一个人具备了一定的知识 也有这一套办法了 那以后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都会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即使你武装知识比较欠缺 你通过自学 也可以把它很快转合到手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这个教育啊 在这一方面 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多 他不是培养这个学生的剩造东西 包括培养的学生 都是神规蹈矩 都是按照这个固有的城市 来行刺 所以在中国这个教育 就是说 分手有时很高 但是这个创造能力并不是很强的 也不善于提出问题 也不善于发现问题 你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其实就是怀疑批判 我们这个学校不提倡大家怀疑 也不提倡大家批评 对包括被老师啊 或者被社会上流行的这些东西看法 都不提倡 甚至你批评啊 往往包人就得罪了 或者包补学人就得罪了 包补学集团就得罪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反倒不仅不提倡 而且还得压制着 这怎么行呢 所以在这方面 像因斯坦的关系这个教育的思想啊 有些教育方面的思想 值得很年轻的重视 他认为这个学校 都要培养独立行动 或独立思考的个人 独立行动 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而让学生 他也能够要实行一种自我负责 自我负责的一种教育 一种自由式教育 学生对自己自由负责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这么一种教育 他能念照自己的兴趣 念照自己的一些思想 能够受造自己 不是把大家收藏成了 归给一种一致的 这么一个 就培养像那个什么 像蜜蜂啊 像蚂蚁那样的 大家的步调都一致 都一致 蜜蜂跟蚂蚁呢 就步调一致 它这个程序在基因里面 都设计好了 就是那么悲心的 就是那么那个 工蜂只能干热水 蜂蜂只能干热水 其他的 他都严格一生下来 就把你制定了 我们这就现在 培养都是统一规格的 统一规格的 实际上人嘛 它一个跟一个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这个联系 他就强调 要培养独立行动 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不能把人培养成 那一方蚂蚁 培养成机器 培养成工具 甚至培养成会 听话里口 他讲这个话 讲这个就讲到 这种一种地步了 所以我们就要对我们 这个教育啊 对我们这个 未来的这个科学家工程师 就是这个创造 也在这一方面的 独立行动 独立思考 这种一种能力 独立思考 独立行动 这种人格和能力 创造性的能力 在这方面很欠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们以后啊 从这个观念 政策 管理 教育 四个层面 都存在着严重的领域 所以这是防止中国人啊 这个科学创造 这种很大的障碍 在这方面 这些东西的障碍 必须逐渐克服 也许通过我们的独立 我们在某一天 也许可以获得莫尔奖 这就是我今天 需要讲的 欢迎大家 今天晚上来听讲 就讲到这些 好 谢谢 李老师的讲课 的确是非常的有起发现 我因为最近一阶段 通过学科建设 所以跟很多学者 接触 接触的人 的确有很多学者 都是讲座非常精彩 但是我很少听到一个长 这样的持续这么长时间 嗯 下面就请 这个提问 来 我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您刚才谈到这个科学 科学和技术之间 它们的东西 你认识的 它是 不能把这两方面混淆 同时 它们两个也是密切相关的 由此我想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提出了一个 非常想象的口号 就是科学基础 是第一生产力 嗯 所以说 我对于这个提法 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的提法 因为你刚才提的 那个 关于他们两者的关系 我想到是 为什么是这样的提法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提的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种提法 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就弄绷地这样讲也可以 因为它毕竟不其实在里面包括 但是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或者科学的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科学 要通过技术为中介 就是转化成技术 技术运到生产 中间还有一个好多试验过程 包括这个宗寺 包括那个王权 搞这个激光照牌 最后还有个宗寺 就要拿到这个一个报社 它真正要能够连续地 运转一个礼拜才行的 如果这个运转这个礼拜 出现问题的话 那一个技术 还是一个技术 还是过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拥护地讲 科学技术生产力 这可以讲 但是如果单纯的是 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话 我觉得这种提法 是不足够的 李教授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谈到那个 就是 一个 完全是一个折觉的问题 你讲到 嗯 中国的哲学 嗯 算是比较功利的 就从古代那种 比较功利性的 比较实用性的哲学 嗯 也就是从 我们也知道 从那个 很多西方的人认为 中国古代是没有哲学的 所谓的哲学 也就是中国 口梦啊 老子之类的 是一些 只能算是道德 伦理学 而真正的哲学不存在 所以他们觉得 中国的这个发展 缺少理论医学 而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引进哲学的 却是严富 引进的是 英国哲学 而英国哲学 又被公认作 世界上的一种 公立哲学 所以认为 这种引进很可能 导致了中国 在发展上 缺乏一种 纯粹精神领域的 一种贡献 嗯 你刚才也谈到了 那个 就是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以及他的那个 批判的这些度过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既然现在 中国缺少一步 缺少这样一个 纯粹精神领域的 哲学探索 您希望 嗯 如果我们需要引进的话 最急切的 最迫切的 最迫切的 需要引进的是 西方哪一位 这个人 因为不光是康德 比如说 迪彩啊 书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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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很多 您觉得 第一个需要 急切引进的 我觉得 对 梁朗引进的 还是 对科学 比较密切的 一些哲学 比如这个西方 这个分析 这个 颜值的 这一方面 在中国是比较全决的 另外一方面是 科学哲学这一方面 因为中国这个文化 里边的科学因子啊 名字这个因子 还是基本上 比较少的 比较少 科学这个东西 在中国古代 如果没有哲学 这一段话 我觉得 即使有一话 也是 它严格的讲 如果你把伦理学 或者人际关系 持的这个意思 也就算了 这个哲学里边的话 那它可以实行 如果把这一部分 分起来 那像西方那些 类型的哲学 还是确实是 比较少的 而且这个 我们这个 古民族啊 就是这种 纯粹理性这方面 比较欠缺 所以我觉得 这个西方 那个分析哲学 语言哲学 本来在我们国家 就不是很发达的 当时这个 洪谦先生 他是北京大学教授 严先生 是维较大学派的成员 但是在中国 他的分析哲学 一直没有引进 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一直到57年的时候 洪谦先生的时候 写了一些文章 里面还欲言幼字的 腾腾头头的 介绍了一下 后来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 在国内发表文章 所以他经常发表文章 就在国外发表 国外发表的 但是 直至现在 分析这个传统 在我们国家 还是比较浅缺的 另一方面 中国这个文化 科学的因子也很少 所以 他这个分析哲学 与言哲学 都是逻辑实证论 他们搞出来的 这些人 都科学背景很强 所以他们这个哲学 跟科学的关系也很密切 还有这个西方的科学哲学 我觉得也用当大一点 尽量一下 而且这个科学哲学 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八十年代 从厨师起来 巨大作用 包括我们引进铺 库恩里 普普尔的作词 拉克托斯的 费阿本德的 这些东西 当时我们科学哲学 现在很活跃 我们这个自然变成化 空训 还有当时科学与哲学 还有哲学所办 那个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当时在凯格开放 那个充其八十年代 必认为是三个天窗啊 他把西方的一些新打开了 把西方的一些新鲜空气 给进来了 所以这在中国这个 当时八十年代 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 还真得起到了作用 而且中国这个文化里边 也没有这个免质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也很少 好像江泽民那一年 到美国去有个讲话 说我们中国古代 就有免质思想啊 哎 孟子怎么讲 免为贵君为情 涉及自治怎么怎么怎么 哎 实际上那不是免质之意 那是免本之意 哎 免质之意 哎 免质之意 它是白痞婆 免本之意是fall people 我给你人证 我给你私人证 哎 但是你要反对我 你要反对我 皇帝老子 你要造反 那是格杀不论 哎 你给我提一件 那像唐太宗那样人 修养高一点 他有的历史教训了 他还能听进去 你如果说话过分了 他也不高兴 哎 但是他还能会反思 他似乎也说 哎 哎 但是有些人呢 根本不清理 你给我提借啊 免质 哎 那一句话 就把你杀掉了 哪哪有一个 哪有个法治啊 哪有名字啊 没有名字 那是免本之意 他给你私人证 哎 当然人证啊 比那个暴政 我觉得要好 但是可笑 啊 那个 人证总是比暴政要好 比暴政好 比暴政好 但是既然到六十年代 我们历史学家 严重 是暴政好 暴政 暴政能够激起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哎 所以这个暴政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什么 明君盛水要好 哎 那个好 他原理就是这 因为我们原理的理论就是 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那是动力的 被生产的破坏够严重的 黄金起义后 最后吃的 那个过去那私人写这个 吃门屋所见是北屋必平原嘛 就是那汉朝的世界 那西汉 末年还有三千万人 两千多万人 三千万人 一到黄金起义 有三国时代以后 马上升到八百万人 当然农民起义是解决中国古代人口一个办法 过去这种人口问题没办法解决 就是生产的水平很低下 生产的水平很低下 他这个少为你到一个天灾或者人祸 他马上就不够吃了 不够吃了以后 那些豪强又把粮食都囤积着 囤积着 那农民怎么办 反正我谁死啊 我饿不造反我都饿死了 我造反说不定我还有一条迟路 所以就造反 就造反 中国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多个富士 实际上 我们过去研究历史认为 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我觉得这个是理论 不怕是暂时交的 所以就导致一个农民起义 是推动中国历史全景的动力 就是这样的解释 现在我们这个人口问题可以用一种办法绘制了 现在当然生产率水平很高 你过去目的能打几十斤就不错了 现在人家目的打一千多斤 两千斤也能打 当然像那个文化大德 大德这边他乱放卫星 打一万斤打两万斤 那是乱吹牛的 所以他现在这个又有科技手段 鼻音啊或者其他一个药啊 他的人口有办法绘制了 而且生产率水平高了 他能养活了 过去和中国可跟死啊 生产率水平低下一道 少微一点天灾人祸 人口他这个一个朝代过来以后 战争接受以后 他要生产收集人口 经济慢慢发展起来 人口也就不断地膨胀了 膨胀到一定程度 吃饭问题上的问题 吃饭问题上的问题了 以后少微有个天灾人祸 马上就引起这个社会动乱 所以这个过去我们往往考虑问题 不从这个方法都考虑 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农民起义啊 或者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起码是完颜自己 这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口压力大 但是这种偶然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什么能够做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够使我们科学水平的提高 我们需要做一些图 才能使这些可能性成长 他这个科学发现的必然的确实也有某个感想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他有个有人就说 这个机遇偏埃 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图了 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图了 因为这个仑琴可能在那个时间 又经常思考这些问题 也经常执意观察跟X射线 因为他研究这个荣光现象 研究荣光现象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这是一种X射线 或者是这么一种作用 但是他就准备研究这个相关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一旦实现这种荣光表 自己这个照相地面的桌子偷偷就放了以后 他感光了 他就想办法 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不过他就是通过一定的观察 通过自己的实验 通过自己发现 这是他这种放射性的物质 在周围放了 在周围放了 然后他就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勒拉德的时候就把这个没经历 因为他可能当时也没有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 也没有在这个范围里来思考这些问题 也没有做这一方面的一些实验 掀起一些实验 所以他这个思想就没有准备 当他碰到这现象以后 他让他照相地下 可能是工厂生产的货有毛表 还要去拿到工厂的货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在这一方面 就是营党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而我们在从政维相研究的时候 营党和相关的现象由综合起来考虑 在这一方面 营党经常留神一点 你如果没有准备的头脑 根本不行 包括这个灵感 灵感是科学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在科学这个土破时期 它是往往起成大作用 但是这个灵感啊 正像彭加勒所讲的 他是一个法国的素学家 而且他通过自己 发现这个复刻词寒寿的经过 他这个彭加勒在科学方法里 有一张叫做科学素学爽造 他检查发现 复刻词寒寿的经过 他有四个灵感的闪现过程 但是这个灵感闪现的过程 前期他都做了充分的工作了 而且灵感一旦实现了以后 他马上把它扑造到 扑造到了以后 你还要证明啊 要通过素学推倒 社会证明啊 来证明这个灵 想到这个灵感这么一个结果 是不是可靠 所以他要通过证明 所以他这个灵感的闪现过程中 他有前期的工作 还有这后面接着工作 如果没有这个前期的工作 你并见得能有哪个灵感 如果这灵感实现了以后 你不及时把它辅作到 然后加以证明 加以核实 那这个灵感可能一闪而过 也就消失了 也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前面 这个佟尼亚勒用这个什么 有意识自我 无意识自我 灵感的闪现 它就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 无意识的 你原先就根本无意识 它灵感 突然通过你的心理那个预线 然后突然地冒上来 冒上来以后 来进出你这个意识的预誉 你就产生了一种灵感 产生了一种论悟 但是这个之前都是有意识的工作 在这个灵感闪现之后 也是有意识的人做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呢 我就是手指带头 就等天坐在那里 等我的灵感来 还有一个好兔子 碰到我的树上 那就不行 所以你要前期还要做好多工作 后面也要做好多工作 我刚刚听到你们讲的 科学与技术应该 就是分开这一家总文一堂 然后后面您又讲了 那个科学转化成技术的 那个进程不断的缩短 然后到了生物医学的那个地方 说经济已经有把分开了 问题 我觉得影响的这两个地方都挺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有点不明白 就是那个科学和技术 到底是不是应该把它分开去讲 还是又不应该分开 像那个私立医学里面 他们的 他们之间的那个时间差 就是往到一起 我觉得这还要根据实际情况 有些东西如果它这一块 联系的很紧的话 你想把它分开也比较难 但是有些东西 可是能够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分到一起 比较分到一起 在这方面 连它这个东西 在概念上不分开 容易在实践上 导致我们制定科技政策 制定这个管理方法 用管理这个技术 或者管理工程的这个手段 来管理这个基础研究 这样的话 这对基础研究伤害比较大一点 那工程它可以念造严格的计划 把实行这个大兵团作战的 那个科学基础研究 你很难实行一个很大的兵团作战 也不可能制定一个详细的这个步骤来进行的 它这个探索性很强的 自由度很大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 只要就是想到就是 把这个科学的技术 这个概念搞清的话 一个就是 批免我们自重技术 不重视这个科学 特别是 不重视那个科学里边 那个基础研究的那一部分 另一方面 就是不要用管理技术 或者管理工程那一套办法 来管理科学 来管理科学 所以才能达到这么样的功能 最后有问题啊 刚才您说那个 那个 诗号召告这样的 无色无色召告的方法 他把你科学发现的时候 诗号无色召告 就是 把那个科学把你拿来 这样的 当你进行第一个 这三十一个理念 进行 这三十一个科学也要讲 这就是 这就是 那个基生 弹生机的问题 总是有一个开始 我觉得应当是这样的 像现在我们 现在好多大学 包括我们这些 从事这个基础研究 基础理论性的 学识研究的 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觉得 这个大学里面 真正的应当 有一定的人头费 现在我们现在好多 这个 你能申请到课题 你就可以这个 复印资料 也可以这个什么 买数啊 可以参加学识会议 你如果不申请课题 那就一分钱都没有 我觉得 应当这个 高校的 从事科学研究 像我们这个大学 它是研究型的大学吧 在这方面 应当给每一个 一定的人头费 比如像我们 搞学识研究 从这学识研究 一年有个五千块钱 或者一万块钱 我想这个问题 就大体上就差不多了 或者你自己要 那个的话 你自己也讨一下 遥报嘛 讨一下遥报 现在高校的教师 自己这个工资也提高了 生活 待遇也改善了 你自己一年多花一万块钱 或者多花五千块钱 我觉得也并不是拿不出来的 这样一年 你有那么一两万块钱 或者一万块钱左右 我总是对我们这个 搞这个 纯粹的这个文科理论研究 我觉得就 就够了 那科学家 那这方面 他可能 回来有些 有些议器设备的这方面 花了比较多一些 钱多一些 你想搞一些 纯粹的这个 理论物理方面 一些研究 像安斯坦 他这个专业职业 没有申请经费啊 他整理的工资也不高啊 那人家也能把相对论搞出来 是吧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还不完全 纯粹是一个资金的问题 当然我也建议 比如一些青年科学家 也有一定的人头肺 但是对一些 比较有才华的 当然你们所里边 或者你们这个系里边 或者你们这个行当里边 那大家知道哪个青年人 或者哪个人 他这个比较有才华 他这个人能力比较强一点 大家心里还都是清楚 我想的是 他是比较清楚的 怎么能不清楚 都可以比出来的 那就适当的话 通过一个什么程序啊 适当给他多给点钱 让他先搞着 我也不要求你会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自己先搞着 先摸索着 一旦摸索着 就能到来 我再给你继续加强 继续持综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的 你想 我也没有25年 也没有申请一个课题啊 我一年也花不了多少 我自己交的索贴税 我自己也拿不回来 拿不回来 我如果交索贴税 我交一万多块钱 我拿回来 就够我科研用了 我还拿不回来 包括我自己交的钱 也拿不回来 这个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 这些问题 在有些方面 可能资金问题 比较要命的 但是对有些来说 也不见得钱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了不得的问题 我们自己也通过自己这个研究 也想到嘛 买市嘛 买几千块钱 分资料 要分资几千块钱 就够了嘛 吃菜嘛 现在做个火车来回嘛 花一千多块钱 总还是能参加一次会的嘛 不然你参加两三四会一次 花一花三四千块钱就行了嘛 所以我觉得一万块钱就够了 你还用了 当然要大吃大喝 要白斧呢 就永远不够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哈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物质方面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也不是唯一的 所以我就觉得 列印斯坦 人家怎么就 没有申请进入课题 也没有国家 也给他 也没给钱 自己也没有多少钱 人家也就蛮搞的 而且他还能自己 列印斯坦一生做出的科学发现 要给他 要评给七八十块钱 或者这样都可以 当然他后来 当然做了教授 来的条件好了 但是这个人好像 对钱也不是太感兴趣的 洛克菲内 人家不是无视受神嘛 人家给他送了一个 两万美元的资票 结果他做十天 最后加的也不知道 什么地方去了 到普林斯坦以后 人家说 对他每月 每年给两万美金的年薪 那当时那两万美金 可能还是比较高的 人家算了一条 三千块钱就够了 三千块钱就够了 你想一个人 你想一个温饱嘛 像我们现在 要解决吃饭 餐饮问题 像我每月 就是给我一千块 我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你让我把它划完或者吃穿 我可能还划不完 我也不知道 怎么能把它划完 你想 是吧 人家能吃多少 就是胃就这么大嘛 而且还不能吃的多了 吃的就发着肥胖了 所以我想 你吃的三四百块钱 总是够你吃多 或者三五百块钱 总是行了吧 穿衣服嘛 一件衣服 像这一件衣服 七八块 一千块钱 我也穿十年二十年 都穿过去了 能划多少钱 所以我想 一个个人的生活费 花不了太多的钱 维持温饱 当然 对青年来说 还存在住房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 是个大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在做的 都是挺有能力的 我想 基本的生活问题去解决 不会花我们太多的精力 所以我建议 还是把你 其余的剩余思念 多弄于你的 你自己感兴趣的思想 去做 这样才有意思 像我们那里都挺能耐的 自己这个家里的生活 包括自己的生活 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也用不了你太多 你多挣来钱 那也是个符号 那也是个符号 你不无费赠银行的账号里 就给你后边画一个零 多了一些符号 实际上你自己也消耗不了那些符号 包括一些资本家 像香港那里加成这样的 其实他们生活 有些资本家生活也挺朴素的 他也是 围绕整个社会 整个人类 如果自己能花多少 这是温饱问题嘛 你就花不了 过上少为体面的生活 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只要你不去 刻意追求那个名本 不刻意去摆谱 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所以我还是 反正我自己就是戴上来为的 反正你生皇把体面一点 就行了 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事件 所以就是 让我赚来干一些赚钱的事 我实在不想去干 实在不想去干 可以骗我些人家来学 大学生都能做赚事来 这赚事来给你联系 你给我骗一个什么书 给你多少提出 我看 我说我这是重复性劳 我为什么要干那次 我干我要干創作性的地方 我哪怕花的时间很多 我也要不干 我干那些事情 直到赚一笔钱一会儿 我有什么意义 这么有什么意义了 赚个两万块钱 我赚个两万块钱要干什么 那我不干 我感兴趣的时候 我写诗语却有分量的论文笔 那钱多了 我为什么要干才是 所以有些人 所以我觉得 大家也有 就是念因斯坦所讲的 卡明斯坦对这个科学 看得很神圣 他认为科学家 都应当有一些 磨僧的手段 然后你通过自己 这个磨僧手段 能够自己吃饱了 穿暖了 然后你赶上去就干什么 所以他认为科学家 最好的工作 就是做那个劝手灯塔的工作 然后晚上天黑了 把一个灯塔给点亮 航海灯塔嘛 然后早上把它熄灭就完了 然后就坐在那里 等天思考我感兴趣 他认为这是最惬意的事 所以他认为这个什么 目的学是一个神圣的事业 绝对不能拿着它来换饭吃 他是这样讲的 你不要把这个神圣的科学造成的 你把它当作一种无声的手段 当作一种换饭吃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他当然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物与质疑 比较盛行的这种情况下 像林斯坦这儿 常常是稀有动物 保护动物 大声保护那儿 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 还是能够提高 这种精神 精神追求 还是能够提高 好 谢谢 给我们同学呢 还有很多问题 像李老师 请问 我们以后呢 还会创造更多的机会 请问李老师 请问李老师 还请送跑 另外呢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 可以自己争取的机会 跟李老师更多的基础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记住李老师的工作单位 是中科院研究生院 你心里面记住就行了 中科院研究生院 你自己争取 你会更多的机会 听他讲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可以上网查一下 北京大学哲学系 有个科学技术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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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们全国 有关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 和学者 是最全的 材料是最全的一个网站 这里面的 No.1就是李老师 你们这个文章是点阶内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可能不再讲述了 好 那我们再次以热力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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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